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尼尔拎起了录音机 看了他一眼 关下腰 将录音机递到了零三九的面前 你的 发出了这两个音节 对他来说似乎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 零三九愣愣地抬起头 看了仙贤们一圈 愣愣地接过了录音机 东西一入他手 刺个高大的生物立刻蹬蹬蹬地连退几步 纷纷做出了一个戒备的模样来 看样子 他们似乎也猜到了 之所以对方这样看中这个铁疙瘩 一定是因为他巨大的威力 手中的录音机冰凉的触感 在体温下渐渐变得不可察觉 女娲说过的一句话 这时候忽然毫无预警地闯入了零三九的脑海 跟他们相比 人类应该为自己的存在而感到羞愧 要四个新人联手与零三九战斗 是女娲下的命令 除此之外 他们的一切行为都便是出于他们的本身意志了 零三九这时也反应了过来 他迅速地后退 再次与他们拉开了距离 忽然重重地吐了口气 呼啸一声 怎么会有这么傻的生物啊 他嘀嘀地自言自语了一句 这样一来 不是随便吃点渣就好了吗 就算他不是聪慧绝顶的人 也能想到不少办法 比如突然要求停战走人 再让他们不注意的时候偷袭 或者干脆借口离开 等他们回到自己的房间之后 再一举杀回来 到时候是火烧还是水烟 就看他高兴了 使杖可是人类的种族天赋 女娲的声音仿佛滴滴地在她的脑海里笑了一声 去她的 林三九一咬牙 啪地按下了播放键 就算光明正大的打 我也能你 如果对手是人类 他并不介意用点诡计 但是面对新人的时候 林三九非常不愿意 身体力行地去证实女娲的理论是正确的 录音机即将会赋予她什么能力 连她自己也不清楚了 除了林三九自己的主意以外 来自同伴的能力 他们都只能极其含糊地提一句 不能多说 否则皮格玛丽翁项圈一发动 这个能力就等于废了 久违的声音从机器里传了出来 正是胡常在 林三九忍住心中一瞬间涌起的情绪 静静地听了下去 小九 这个能力是我突然想到的 说不定能够派上大用场 但还是有点哆嗦 我不是 鼻敏感吗 有的时候犯起来 真是什么事也干不成 你的新能力就是使指定的敌人 一刻不停地打喷嚏 摸着绷带下渐渐传来热量的皮格玛丽翁项圈 林三九呆了 如果胡常在此刻在她眼前的话 她一定会把她活吃了的 谁知道新人这种生物 究竟会不会打喷嚏啊 她傻乎乎地抬眼望去 房间里对面安安静静的四个身影 似乎已经告诉了她结果 第一152章 在黎明之交 对于这个豪华漂亮的会客厅来说 阿利巴是一个常客 她和军警系统的同僚们 造访这个地方也不是一两次了 大宅地的主人 也总是坐在她对面的那家沙发上 撬起二郎魁 目光根本不落在前面的礼品上 只是唾沫横飞的训斥下属 在被训斥的人中 阿利巴永远是态度最好 最殷勤的那一个 不过在今晚之后 一切可就不同了 阿利巴一脚踩在了地毯上 吸饱了液体的地毯 顿时几乎一声 挤出了一股黑黑的血水来 工作做得很棒嘛 她志得意满地 环顾了一圈 谢继斑斑的宅子 笑着说 看来那些女变异人 真的太狠我们了 副官脸色有点发白 他笑着硬喝了几句 亮出手上的联络器 郑官 刚才下头接到了个报案 说什么 阿利巴从书桌抽屉里找到了一支中等强度的烟 漫不经心地问道 报警的是科技员部长的家属 说是有暴乱的女变异人 闯进了屋子 杀了他们的老爷 副官说到这儿 自己也忍不住笑出了声 阿利巴叼着烟停了两秒 随即低头看了看 最后一批变异人出去 也快有三十分钟了 好 你让下头的人给报案的那个人说一声 就说我们出发围剿的军警队户已经在路上了 就要想遭语论 从现在就得开始 他点燃烟 音音地笑了一笑 是时候了 对付他们的时候 把实验室的那批东西用上 啊 是 副官愣了一下子才反应过来 忙忙慌慌地转身跑了出去 最后一批猎伤目标 其实属于名单上可死可不死的人 只是阿利巴天生非常谨慎 即使手上军队占了人数上的绝对优势 也不愿意冒险队上几十个女变异阵 把他们分成小队派了出去 只是为了分他们的兵 足足有四百名早就有准备 在附近按兵不动的军警 在接到命令以后 几乎连五分钟也没用 就包围了薛琴一群人所在的宅子 这个时候 离通讯光幕突然黑掉 已经过去了好半天 几个人猜疑 讨论了一会儿以后 就在薛琴的建议下 他们赶紧联系了其他的同伴 将情况简要地说明了 只是局势已经这样了 先不去管那边了 你们赶紧回事正听 最后一个连接上通话的是公道一 我已经跟其他小队交代过了 但是现在还没有人回来 我有些担心 光幕上他突然一皱眉头 紧盯着几个人身后的目光一闪 随即猛地大喝了一声 光两边躲 事出突然 几乎没有人来得及想 身体比意识 动作还要快 两个女人一个面手 远远地从原地弹跳了出去 紧接着身后一声巨响 强烈的气浪 就像海啸一样撞击了上来 一下子将他们给拍在了墙上 爆炸的碎片顿时如无边的雨点一样 纷纷地砸了下来 四处击射的砖片瓦目又成了一轮的攻击 在卷起的大量烟尘里 一脸是血的薛琴咳了几声 盲打开了她的香菇 在这把大伞的保护下 她这才有了余力去打量周围 混杂着粉尘的烟雾 模糊了视线 她只能看清在房间里的另一头 似乎有个浮爬的人影 但是到底情况怎么样了 却不得而知了 他们刚刚站着的地方 是遭受了破坏最严重的地方 成了一堆废墟 目光刚刚转到了废墟上 碎石堆忽然动了几下 浑身灰泥的董好好钻了出来 催了她一口的沙子 金冠轰了个正着 但开启了国税局的董好好 却仍然毫发无损 只是她一摊开手掌一看 顿时傲桑起来 晚了一波 联络器到底还是坏了 被气波一路推到了门口的面首 也回来了 从里头挖出了白小可和徐薇 除了徐薇被砸中了头部 陷入昏迷以外 其他的几个人 伤势都不算严重 装有窗户的墙 已经被掀飞了 几个人朝外一扫 就瞧见了外头 黑压压的一群军警 什么时候 白小可干干地咽了一下喉咙 他们所在的二楼 距离地面并不远 此时没有了一堵墙 双方都能够将彼此 看得清清楚楚 最前面的几个军警 抬头看了他们一眼 目光没有丝毫的波动 仿佛看见的 只是一些房子里顽固的蟑螂 一个围首模样的人一挥手 他们还没死呢 快点调好 再来一次 旁边的两个军警 忙弯下腰 捣鼓起一个一人多高 鲜亮可爱的粉红色机器娃娃 娃娃似乎不是能够活动的类型 维持着一个吹肥皂炮的造型 一动也不动 快 咱们赶紧退出去 薛琴连忙喊了一声 他们哪里在耽误 面首一手抱着徐薇 一手扛起他来 几个人匆忙的就逃出了卧室 爆炸的范围并不大 也只能毁掉了一个房间 漂亮的石木楼梯 仍然完好的 闪着棕色的光子 此时外面已经被军警包围了 就算躲 也只能躲过去一时 一楼里一个人也没有 灯光也是暗的 门窗紧闭 白小客沉重的叹了口气 你们现在还能打 话还没说完 忽然就感觉到脖子后面 吹过来一股微风 他睁睁的一回头 见几个透明的肥皂泡泡 跟在他的后面 正是从楼梯上 悠悠晃晃的飘了下来 速度却不慢 因为这几个泡泡 竟在一片死寂一楼大厅里 带起了一股风 他们要炸 董好好怒吼了一声 几乎是泡泡裂开的同时 薛琴的香菇就弹了出来 香菇很快就被炸成了 无数小块 替他们挡下了公报炸波 这一回除了薛琴 吐了一口血外 无人受伤 然而一口气刚刚松下来 外面的警队部门又有了动作 在一片碰碰声里 大门剧烈地摇晃了起来 摇摇欲坠地承受了几下攻击之后 终于轰然一声洞开了 无数民从头到脚 全副武装的士兵 手持重型武器涌了进来 势头如同海巢一样凶猛 即使是净化人 在面对成百倍 与己的人海战术时 也只有狼狈地逃窜的份了 看来今天又折得在这儿了 董好好一个国税局 吸掉了朝他们射来的一股激光 脸上已经冒出了汗 咱们 吐了几个垫背的 眼看着再也不可能 有生还的希望了 几个人都发狠了 干脆开着国税局 顶着无数的炮火 掉头冲进了 军禁的荒芳之中 每一个细胞都仿佛在嘶喊 渴求更多敌人的血 他们所到之处 破碎的肢体像喷泉一样 朝天空喷射 因为早就杀红了眼 他们也没有想到 这样一来 竟给自己争取多了一会儿 活命的时候 此刻几个人陷在了人潮里 军禁们怕护伤同僚 反而不敢开枪了 白小可后背上 硬挨了一下重击 顿时疼得 连眼泪都无意识地涌了出来 他哈哈哈哈地喘着粗气 转头一刀扎在了什么人身上 眼睛已经有点花了 就在他感觉到 自己即将是强弩之末的时候 视野忽然随着地板 一起震颤了几下 脚下一转 差点没摔倒 我这就不行了 他茫然地站稳了身子 发现身边的军警 一个个的也都被震得歪歪倒倒 他们没有进化过 平衡力相比之下 很差劲 一下子就倒去了一大片 从远方的天边处 响起了低沉的 稳稳的轰鸣 好像是千百道 夏夜里的滚雷 接连不断地 在云层中炸开了 一时间 耳朵里充斥的 只有这种巨小 连脑子里都站得麻木了 这样的轰鸣 大地迅速地做出了共鸣 嗡嗡地颤抖了起来 简直就像是被调成了震动的模式 所有人都揅得住了手 抖动越来越叙烈 连几个净化人也站不稳了 机器娃娃也早就摔在了地上 领头模样的军警 趴伏在下属的保护下 仰头大声地嘶喊着什么 却被雷鸣声冲刷得一干二净 只能够看见 他的嘴唇一张一合 白小客伸一脚 前一脚地踩着地上的人 连滚带爬地冲出了大门 刚一抬起目光 就愣住了 接下来 他用上了二十余年以来 最大的力气 高声喊道 防护罩开了 防护罩开了 血液轰隆隆地在血管里奔流着 他一时间什么都给忘了 只知道不停地叫着这一句话 雷鸣声渐渐地隐去了 伊甸园的原住民们 脸色惨白地盯着天空 耳朵里仍然不住地回想着尖锐的女生 防护罩开了 一块玻璃缓缓地退后 一块玻璃缓缓地退后 收缩进另一块的玻璃里头 很快整个玻璃罩都陷进了地面里 消失不见了 黎明之交的深蓝色天空 头一次毫无遮挡地露了出来 属于外界的充斥着奇怪味道的空气 像一股狂风似的刮卷了过来 冲进了每一个人的鼻腔 即使是隔了防护罩面 也无法隔绝的气息 非常清晰地告诉人们一个讯息 外界可怕的浮射浓度下 伊甸园里的小小防护手段 于是互补 这是死亡的气味 也是重生的气味 东方的天空隐隐地挂起了一丝鱼肚白 第153章 你用的这是什么破办法 混合着草叶变异生物腥臭的空气 正源源不断地顺着鼻腔被吸入肺里 这个时候 即使看见被通缉的女变异人们 从身边匆匆跑过 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成百上千像尸体一样 倒伏在街边上的人们 眼珠子都随着他们矫健的脚步 无力地转了转 最后竟然犯出了一丝的羡慕 血从血管里涌了出来 叫人根本无法呼吸 但连壳的力气也消失了 偶尔有几个辐射病变较慢的 晾沧的踩着满地的胳膊大腿走了几步 再喊出了一声救救我以前 身体就像倒塌的积木一样摔了下去 入眼处一片遍野 刚才还与他们战成一团的军警士兵们 早已一哄而散 他们的防服设装备还算完善 为他们的争取 喘息的时间也多了一些 都各自挣扎的活命去了 薛琴一行人 身上带伤 浑身遇邪 也顾不了什么了 一边飞奔在大街小巷中 一边大声召唤着 还活着的净化着 一边园的人在面临死亡时 终于彻底疯了 街上时不时窜出一个大哭大叫的人 挥舞着刀子斧子 把所有面前的生物都导成了血泥 躲在防服设房间里的人 似乎早就失去了神志 一刻不停地撕心裂肺地哭嚎着 一群刚才还在战斗的军警 转眼冲进了实验室 抢药 烧楼 几个白挂子研究员 像牛肉肝一样 被软软地挂在了墙上 在充斥尖叫 哭泣 呼救 火光的伊甸园盛放 黑塔顶层的玻璃突然炸碎了 碎片纷纷扬扬地落了下来 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一片喧嚣的声浪里 进化人们呼唤同伴的声音 只剩下模模糊糊的一点了 林三九定了定神 站在楼顶边缘朝下望 黑塔高度惊人 笔直下坠的塔身 仿佛没有尽头一样 他只瞥了一眼 便是一阵的晕眩 他强迫自己站稳身体 再度望去 只见一个个小黑蚂蚁的点 在地上迅速地移动 没过一会儿 就聚成了一小片黑点 正朝着黑塔的方向而来 从速度上看 想必是进化人无疑 大概是看到玻璃罩消失 猜到林三九的任务成功了 集合以后便向这儿蜂拥而来了 林三九心脏一体 悲快地在心里计算了一下时间 叹了口气 看来必须这么做不可了 在他身后 平整的地板上开了一个洞 多了一个从地面升起的控制台 正是因为它 防护罩才被解体了 作为控制台面支撑的金属柱子 深深地陷在了里面 末端绑着一捆绳子 林三九回头看了看 见高大的圣彼得 正两眼一眨也不眨地看着他 紧张之下 竟还轻轻地一声笑了出来 刚才真是成长 成长 他也不管对方能不能听得懂 目光在地上昏迷着的 三个新人身上扫了一圈 圣彼得点了点头 你带他们走吧 我也要走了 圣彼得好像听懂了似的 缓缓站起身 抱起了地上的同伴 他们胳膊上的伤口 在刚才打斗的过程中 被撕开了 两条手臂被血染得 浸湿了一小片的地面 林三九转过头 再一次朝边缘慢了一步 现在地面上的声浪 全都从他的耳朵里消失了 他能够听见的 只有自己砰砰而跳的心脏 他紧了紧细在自己手腕上的绳结 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 将脚尖探出了楼顶 下一秒 随着一声无意识的尖叫 林三九的身体已经腾空而起 高高地从玻璃窗户里飞了出来 在黎明时分透青色的天空下 他的身影如同一只小小的鹰 迅速地舒展开来